大家好,欢迎收看由RG给您带来的Jungle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学习第三课 开发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来了解工具和环境 我已经全部列在这个地方 蓝色表示我已经给出了链接 大家只需要按照我给的链接去阅读它的安装文档 或者说下载就可以了 这里提几个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是我们使用的开发操作系统 是Ubuntu 14.04 server版 安装在虚拟机当中 我们就用14.04这一个长期支持的版本 不必用最新的版本 因为有一些组件 它是在最新的版本当中不一定有 在长期的支持版本当中才有 然后15.04是刚刚新出来的系统 然后我们也不必去那么追求太新的东西 好了 然后就是这里的一些我们需要使用的一些框架 或者说一些应用 它都是长期支持的版本的 而且是最新长期的支持版本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开发工具 适用的是VIM这一个编辑器 有老师在做课程之前就在问 这个VIM做编辑器的话 它的效率和IDE比起来怎么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这个KVIM的配置 看一下我们用VIM 来开发它的效率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越过它前面的说明 看几个演示 好插件部分的一些演示 第一个就是自动补权 它是可以实现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代码片段的快速的插入 我们看这里直接写一个head 然后抄确定之后就直接插入了两行代码 我们在写一些常规的代码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循环体 或者说定义一个函数 或者说定义一个类 然后一些初始化函数 这些很结构化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实现 写一个单词 然后就怕一段代码就出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括号的匹配就不说了 然后一个就是快速的注释 可以快速的选中N行 然后立即将这N行注释掉 我们如果在IDE里面去操作的话 也许你要用鼠标把它从后往前或者从前往后选中了 然后再去按快捷键注释 或者说点按钮去注释 对吧 我们这个操作直接是鼠标上啪啪两下 OK 然后还有就是快速编辑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在编辑一些比较规整的配置文件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 比如说同时在很多行的前后 加上一些引号或者说大小写转换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快速的转跳 就是在有很多配置的时候 或者说在一片代码当中 我要马上跳到某一个单词 跳到某一个位置去 也是啪啪两下就OK了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杀手级的应用 看这个多行编辑 你们就只是看一看 我不给你们讲 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搜索 基于文件的搜索 或者说基于文件内 模块内的函数的搜索 都是非常强大的 好了 就暂时给你们看这么多 然后这个GIT是我们用来做代码版本控制的 这个GIT是我们安装在我们的Ubuntu里面的 然后它的可以当做一个客户端 是GIT的客户端 但是这个GIT的这个版本控制工具 它没有客户端 服务端这种严格的说法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版本控制工具 每一个客户端都可以作为服务端 每一个服务端也都可以作为客户端 没有一个像传统的那种代码版本控制 有一个中心服务器那种感觉 没有的 好了 然后这个Puty是我们用来连接Ubuntu操作系统的一个终端 然后Github是我们用来托放代码的远程仓库 有的同学就可能会问 我们已经本机上面安装了GIT 我的代码也可以在里面提交 也可以写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还要有一个Github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有了Github这种远程仓库 那么我和其他的同事 他们也就可以跟我共用一个远程仓库 然后在同一份代码上面来进行一个编辑和修改 他们就不用直接到我这个地方来copy代码 这样就会很方便 好了 接下来就是正式编码前应该考虑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明白项目需求 要有清晰的项目需求 要明白我们做什么 如果你做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做 就像你出去打车一样 你坐上出租车 那个师傅肯定首先会问你要去哪 你说你不知道去哪 师傅可能两脚把你踹下去 对吧 这是首要考虑的 第二个就是开发技术的选行 这里的开发技术的选行 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技术 比如说我决定了要做一个购物系统 那么我要用什么来做 用Java去写 还是用C++去写 或者说用Python来写 我是做一个web呢 还是做一个客户端呢 对吧 然后再来考虑 我要用联盟语言呢 用了联盟语言过后 有用什么框架呢 我要用Jungle呢 还是用Flask 还是用Tornado呢 还是用Webpy呢 对吧 然后我的数据库是要用SQL的 还是要用NoSQL的 我如果用NoSQL的是用MangoDB呢 还是用其他的 我用SQL的呢 我是用MySQL还是PostgreSQL等等 很多的东西要去我们考虑 但是呢 我们在前面工具环境这里面已经列好了 也就是说我已经为大家选好了 然后这个东西大家要去自己学会选择 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安全性 这个安全性 我把它加了一个下滑线 就是说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在开发之前 可能在考虑项目需求之前 就应该考虑安全性 为什么 你没有安全性的话 你的服务 你的运行 根本不可能有保障的 你的 不说你的技术上面的运行的保障 你的整个公司的经营 可能都没有保障了 对吧 安全性是第一个 然后在前不久呢 出了那个新的网络安全法规的草案 那里面就说了 我们的网站的经营者 一定要对我们这个网络系统进行负责 要比如说像对隐私泄露这种 以前呢 我们有过大规模的泄密的那些事件 在那种事件当中 大家那个运营者 比如说CSDN 他泄密了 可能呢 就是道个歉什么的 说我们报了案了 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现在不行了 现在呢 你只要没有保护好你的用户的隐私安全 或者说网络安全 那么就会面临罚款 以及坐牢 或者说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点 可访问性 可访问性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用户在浏览器里面 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返回用户需要的数据 这个网站的服务是否正常 这个里面呢 又涉及到了像网站的运营型监控啊 性能监控啊 各个方面的那些东西 这个可访问性的重要性呢 给大家提一点 我们常常说某网站 它的可访问性 或者说某个服务器 它的可访问性能够达到99% 大家认为99%是不是好像很高了 对吧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算一个帐 99%的可访问性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打开计算器 好了 打开计算器过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一年有365天 乘以 乘以多少呢 乘以24个小时 对吧 那么就有8760个小时 然后再乘以0.01 对吧 也就是说它0.01是不可访问的 对吧 也就是说它99%是可访问的 然后等于多少呢 等于87.6个小时 一年当中有87.6个小时 是多么可怕的 87.6个小时 除以 假如说除以多少呢 除以3 等于多少呢 等于29 也就是说连续一个月的时间 你每天都有三个小时 你的网站不能访问 这可怕吗 是不是非常可怕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网站的可访问性 要达到99% 可以说是很差的 那么最基本的要达到多少 要很多大公司的要求 可能会要求达到99.99% 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水准 那么99.99%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呢 也就是说0.0001 乘以365再乘以24等于 也就是说一年当中能够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它不可访问 这样的一种概念 好了 然后在第五一点呢 就是搜索引擎的一个优化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搜索我们的网站 要被用户知晓 除了通过我们的运营直接访问之外 然后他们更多的入口是什么 是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 在搜索结果当中 把你列在前面 那么你的网站流量就大 你的运营可能就会更容易 你的用户就更多 那么你做电商网站 你做购物网站 别人也做购物网站 凭什么把你排在后面 或者说凭什么把你排在前面 这就涉及到搜索引擎的优化 而搜索引擎的优化的核心的东西 就是你网站的整个内容结构 你网站的整个内容结构 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是由你的网站的功能挪块 或者说内容区别 内容主题的区别 然后来进行一个设计和部署的 所以你的网站想要有哪些功能 网站想给用户呈现哪些内容 它是分门别类的 然后把这个东西在归纳整理 形成了我们的产品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产品 比如说我的首页要显示什么 首页的导号栏 要导什么行 有几个导航条 每个导航条里面 它有哪些菜单 对吧 这些东西就是你网站内容的组织结构 你网站内容的组织结构 是不是就对应着一个管理后台 来管理这些内容 实际上这就是整个网站 也就是搜索引擎 优化的一个重要性 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参考一本书 叫做你的网站价值百万 然后还有架构与部署 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是用的是一台电脑 一个数据库 然后一台服务器 对吧 就把它整个项目给开发完了 但是我们在实际生产的部署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把它部署到分布式的服务器当中 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去部署 如何应对高并发的一些请求 还要考虑到我们用我们的服务器 我们的数据库服务器是否要和web服务器分离 然后我们的数据库服务器 它的读和写是否需要分离 对吧 然后我们的缓存应该要怎么去加 我们的静态内容需不需要缓存起来 我们的动态内容是不是需要缓存起来 它应该怎么去缓存 或者说还有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负载均衡 还有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 那个什么 CDN这种加速 对吧 这都是整个网站在生产 整个网站项目在生产环境当中实际部署的时候 要考虑的各方各面的问题 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是送给大家的 可能感觉有一些对不起来听我们这套课的同学 但我说的是实话 在整套课程当中 新手同学们关心的怎么使用Jungle之外的那些内容 才是我们企业级开发真正重点关心的内容 学有余力的同学请你们多多关注 我指的就是说 需求怎么做 怎么去分析 你技术怎么选型 你凭什么要选Jungle Jungle能不能够hold住你这个项目 对吧 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可维护性怎么样 你们的开发人员的能力怎么样 能不能够把你这套技术框架给hold住 然后你的项目价格和部署 要不要这样去做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也就那么对应到我们这个课程大纲里头来说 就是除了什么产品销售模型怎么去写 购物车怎么去写 怎么下单支付这个流程怎么去做 用户怎么去注册 这些东西之外的 那些什么 开发的前置准备 明白项目怎么做 还有后面的安全缓存测试日志部署等等 这些才是我们企业级开发当中 真正重点关心的内容 好了 就说到这里 这节课到此为止 再见